美国时间7月29日 众议院气氛紧张 全球四大科技巨头 透过视讯方式 出席反垄断委员会 举办的国会听证会 一开始就炮火四射 冗长听证会当中 委员们自己的几度意见不合 互相抢瞎 美国科技业四大天王 首度透过视讯方式 齐聚听证会 包括全球首富亚马逊的贝佐斯 脸书的祖克伯 苹果执行长库克 以及谷歌母公司 Alphabet执行长皮茶一 四人身价加起来 近5兆美元富可敌国 公司总市值高过 德国的经济规模 Facebook Facebook Messenger WhatsApp Instagram 是最后一年最新闻的应用程序 你的社会 全都管它们 我们有一个词 这词是《monopoly》 Facebook与美国科技业 是一个力量 和能力的力量 但我认识 有关于科技业力量 和能力的力量 脸书旗下三款社群软体 高达26亿用户 苹果iPhone 只准用自家应用程式 全球九成网友 都用Google搜寻引擎 亚马逊则掌控了 全美38%的网购市占率 华尔街日报分析 祖克伯在收购策略 和内部邮件问题上 多次遭到质疑 首度出席的贝佐斯 因欺负独立卖家被炮轰 皮茶医最受保守派议员攻击 至于库克相对哀哄较少 祖克伯一度脱稿演出 左批苹果又打谷歌 不过外界也好奇 微软去哪了 外媒报道 他们显然没受邀 因为现在的微软 惊非昔比 天比尔盖茨也遭政府怒火攻击 但现在微软 无论在网路电商 或智慧手机市场 都只是小角色 连和四大巨头 同台被执寻的机会都没有 而这些大企业当中 特别是Google 也被质疑曾推进 针对中国的搜寻引擎服务 川普近期狂打反中牌 对科技巨头和中国业务牵扯 也很感冒 美国媒体透露 由于间谍案激增 FBI平均每10小时 就有一宗 和中国有关的心理案 川普政府准备要求中方大幅减少 派驻美国的外交人员 美中从贸易 科技 占到外交 剧本恐怕还有好几套 东西 张一清凯雅韩 综合报导